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实现的这个学写一个字的应用程序所绘制出来的线条呢太细了 那么为了画出来像毛笔那样的比较粗的线条效果 那么相信聪明的同学早今应该想到了 我们只要设置一下context的line-vis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具体的试试看 我们在这段绘制代码中再设置一个新的converse的状态 让context的line-vis那么我们选择呢 让它等于30个像素这个宽度 那么此时我们看看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 我来进行具体的绘制 确实线条变粗了 但是很明显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绘出来的线条呢 好像有毛边一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下面来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在这个示意图中 我们只是简单的模拟了鼠标 从一个点移动到三个点的这个过程 那么很明显 如果我们绘制的是宽度唯一这样的直线的话 那么大家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是 当我们绘制的线条的宽度是30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在这个点到第二个点之间 就相当于绘制了这样的一个矩形 在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绘制了另外一个矩形 同理在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也绘制了这样一个矩形 那么这个矩形的宽度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指定的这个线条的宽度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 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矩形和矩形衔接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缺口 这个缺口就是我们刚才在绘制程序里所看到的毛标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的原因 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就会知道绘制直线条还有一个line cap这样的属性 line cap就是这个直线条的帽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每一个小的直线段都增加一个帽子 那么在这里我们选择增加一个圆形的帽子 这样帽子和帽子之间叠加起来 就会把中间的这个间隙给填补上 我们下面呢可以试试看 我们在这个绘制代码里再增加一行为context的line cap这个属性进行复制 我们把这个值呢设成是round 那么此时我们来看看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面对这个米字格大家可以来绘制 怎么样是不是线条一下就变得平滑了 和之前的绘制相比 没有加帽子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灵活的使用绘制直线的属性 可以为我们解决意想不到的问题 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加入了line cap这个属性 很多同学就会想到 其实我们还有line join这个属性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为这个属性设置成了round 虽然unmouse move这个动作发生的非常频繁 这个函数调用的间隔非常短 所以大家看上去使用line cap 给每一个小线段加上一个圆形的帽子 整个线条绘制起来就已经很平滑了 但是当我们加上line join以后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线条之间的过度衔接会更加自然 整体呢会更加的平滑 那么到这里我们学写一个字 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就已经可以work了 可以真的进行写字了 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后续会继续进行探讨 但是到此呢 大家不妨好好的玩一玩自己的应用 那么我现在是用鼠标来写字 不太容易写 那么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字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牛字 所有的实现到现在的同学都非常的牛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